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0年7月6号 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原清华大学的教授、中国知名的法学家 徐章润被警方给逮捕了 这次逮捕他非常的蹊跷 是由四川的警察到北京去办案 我们知道中国确实曾经发生过很多跨省抓捕的事情 但是通常来讲按照中国的法律应该是四川的警察 假如说真的有事的话需要四川的警察来抓 但其实也是四川警察从四川的检察院拿到逮捕证 然后到北京去 把这个逮捕证交给北京的警方 由北京的警方来负责执行 但是这一次竟然是20多个四川的警察 直接就把许章润抓走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的蹊跷 关于许章润被捕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意外 因为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他其实自己本人也早有预感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他发表过一篇文章 发表这个文章结尾的地方 他就说这可能是我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个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中共最近这一段时间 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对于言论自由的收紧是越来越严厉 比如说我们知道3月6号的时候大家知道 网上流传出一篇文章是署名是任志强 就是批评习近平在新冠疫情的隐瞒 和造成这种广泛传播的这种后果上 在这个过程中所负责责任 其中嘲讽习近平是那个光着身子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那么后来任志强在3月12号的时候就被抓了 我们知道其实任志强 他这样的一个人有三重保护伞 第一重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中国特别知名的人物 他光在微博上的粉丝就有3000万之多 那么当然你抓他的话 他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舆论的效应 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本人是红二代 所以说他有一个红二代的关系网 第三点他跟王岐山的关系很好 那么习近平可能还要照顾王岐山的面子 尽管他有这样三重保护任志强还是被抓了 所以可以看到中共在镇压言论自由这个方面 习近平对所有批评他的人镇压的方面 手腕是非常的强硬的 那么对于像许章润这样公开批评他的话 那确实是被抓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可能有的朋友对许章润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人出生在1962年 然后他在2002年的时候 就是拿到了墨尔本大学的一个法学的博士 然后就回到中国去 做了一些法学方面的研究 他曾经在清华大学的法治与人权 应该是个研究所当主任 然后他曾经发表过很多的论文 他在2005年的时候 获得了清华大学就是属于 给予学术新人的一个最高的奖项 然后他也被评为2005年 全国十大知名的青年法学家 所以说这个人在 学术上还是相当有见书的 那么因为他是研究法治了嘛 所以说他肯定会从他自己的研究的角度来说 对中国的一些情况发生 进行一些评论 特别是在宪政方面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合法方面 他会有他的看法 2018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我们的期待与恐惧 还是我们的恐惧与期待 大概就谈到了他所担心的 中国可能出现的几个问题 其中包括比如说 中国可能会向文革方向倒退 一个是中国可能会出现闭关锁国 跟这个国际社会脱钩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有可能 回到文革的那种就是说 没收老百姓的私有财产 没收企业的私有财产等等 就是说他提到了一些 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严重的后果 这是属于他恐惧的部分 那么期待这部分的话 当然包括修宪 包括甚至平反六四等等 他提出了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 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 然后2019年的时候 他就被清华大学停职 停课 禁止研究 禁止招收学生 然后对他进行调查 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迫害就已经开始了 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 他知道了习近平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所负有的那种责任 就是对后来武汉封城 对大量的人的死亡 对疫情的扩散 负有的那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后他就 写了一篇文章 大概意思是说愤怒的人们已经不再恐惧 那是回应他 2018年的文章 因为那时候他讲的是我们的恐惧与期待 他现在说 愤怒的人们已经不再恐惧 然后对习近平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抨击 指出改革已死 然后中国再像这个几乎是末路狂奔 就是把中国的 整个大的形式形容成为 这样的一种景象 最后结尾的地方在写他觉得 很有可能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但是 实际上他可能中共抓他还有两件事 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对于北京强拆那个艺术村的问题 他又发表了一些 比较激烈的或者是严厉的这种言论 然后还有就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戊戌六章》 为什么叫戊戌六章呢 因为2018年是戊戌年 我们知道1898年不是戊戌变法吗 你加120正好是2018年 所以它叫戊戌六章 为什么叫戊戌六章呢 是因为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 习近平的修宪然后把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就去掉了 就是等于他可以无限制的一直做国家主席 做下去 所以就是他把 习近平修宪以来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就 节级出版 然后呢 最开始是要在香港出版 后来 香港也不敢出版所以后来就拿到美国出版 那么出版的时间就是2020年的6月份 就是上个月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也是触怒了习近平 这是他被逮捕的原因 当时他被逮捕的时候的罪名 有人在网络上说他被逮捕的罪名是 家属据说是被通知是因为他嫖娼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 网上就流行那么一句话叫 顺我者娼 逆我者嫖娼 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顺着党的心意的话 党就让你给你甜头 如果你要不听党的话呢 党就让你嫖娼 就是给你扣一个嫖娼的罪名 这个其实就符合江泽民在 当政之后 所建立的这么一个不成文的 这样的一种执政的惯例 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大概说过几次 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 非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所谓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的话 就是说当你真正对中共 的这种政治体制提出质疑 对中共的这种制度 提出挑战的时候 他就是不好意思说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这样的话好像 把你塑造成为一个异议人士 塑造成为一个英雄 挑战强权的英雄 所以他就会对你进行污名化 说你贩毒啊 说你嫖娼啊 说你偷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会给你安生这种非政治化的罪名 还有一个就是 非政治化的罪行政治化解决 比如说你们家地被强征了 你们家房子被拆了 这明明是一些个人权益问题 普通的维权问题 他会给你扣上那些就是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就类似于这种 罪名的话然后就办了你 所以 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惯例 这种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也比较多 我要想说的是 我其实并不认为许章润最后 他会以这种嫖娼的这种罪名来判他 很有可能他会被以删颠的罪名 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转折点 基本上来说的话可以从 香港这个事件上 香港国安法这个事件上就划一条线 在这个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前的话 我们要分析一下中共这种执政的心理 我们知道 就是有不少的这种人 就是中共讨厌的人都会以这种 嫖娼类似的这样的罪名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网络大V叫薛蛮子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 他也特别有钱 当时他曾经投资25万美元 然后建了一个公司叫做UT-STARCOM 就是UT-STARCOM 这个是中国在90年代2000年就是我出国来美国留学那阵子 特别火的一个通信公司 当时他投了25万美元 然后结果回报他收回了1.25亿美元 所以说他当时这个投资真是赚大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天使投资人 后来在中国大陆他就在网络上就成为了一个大家 众人捧的这么一个网络大V吧 那么他当时对中共有一些做法进行嘲笑 结果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薛蛮子就被抓了 被抓的罪名就是嫖娼 所以后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编胡锡进 还特意发了一个微博 如果没有做任何掩饰的讲 说中共以这种嫖娼的罪名来 抓薛蛮子很可能就是为了整他 后边说了一句很恶心的话 他说其实呢 以嫖娼和这种就是投税漏税 来整政敌的话是各国的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大家都这么干 这是他完全瞎掰的 这样的话能够掩盖中共的罪行吗 然后的话他说 如果你要想跟政府对着干的话 但是如果你自己屁股不干净 你就会知道迟早会搞砸的 意思就是 其实他这种东西是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这个世界上哪有完人 每个人的话他可能都犯错误 他意思是说你要不是个圣人的话 你就别跟政府对着干 政府就会拿这种嫖娼啊 什么比如说看黄片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巨众赌博呀 什么类似于这种贩毒啊 什么吸毒贩毒之类的东西来整你 完了之后的话就是说这个政府在抓这些人的短处的时候 一定要抓得准 否则的话会适得其反 所以这完全是一副流氓嘴脸 但是胡锡进毕竟还是承认了说中共他会 以这种方式去整那些他 看不上的异议人士 所以后来去年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事 类似于 像薛蛮子 雷扬等等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吧 就是去年的 有一个叫做郑士杰的人 这个人是英国驻香港的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他是个香港人 当时中共在深圳就把他给抓了 抓了之后也说他是嫖娼 不是在深圳抓了 在香港抓了之后给送到深圳去 所以中共等于是 当时没有送中条例也是跨境执法那种感觉 就把在 香港的九龙火车站把他给抓走了 为什么抓他呢 是因为当时 他在英国领事馆工作嘛 当然英国领事馆作为一个 驻香港的这么一个外交机构 他一定会留心当地所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所以当时因为反送中事件 风起云涌 所以领事馆就要搜集一些相关的信息 让这个人干什么呢 就加入到各个 抗疫活动的社团里面去 让看一看抗疫 发生的情况 然后就搜集一些资料 他既没有煽动也没有组织也没有 资助任何一个团体 只是做了一个 旁观者 就是搜集一些信息 而且这些社群完全都是开放的嘛 都属于公共信息 也谈不上什么国家机密 结果被中共发现了 中共发现了之后 他从香港直接九龙火车站就抓起来了 送到深圳去 然后开始酷刑折磨他 完了之后用各种心理恐吓的那种战术 然后让他承认自己嫖娼 你深圳警察怎么知道他嫖娼的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从香港给 抓过去 然后 当时后来这个 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新闻 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有报道 然后英国政府外交部也介入 后来把他从深圳给 就是关了15天吧 然后给 营救回香港 这人真是吓坏了 真是吓坏了 所以实际上中共当时抓他的话呢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威胁他 让他一定要承认英国政府在背后煽动反送中的事件 这样的话中共就可以 拿来做文章嘛就是给中国人洗脑 是吧完了之后 也让各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闭嘴啊不要说 说三道四等等 所以你会看到就当时中共 就是采取的措施就是这样 就是用这种 非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个政治问题 但是我想 从 中共通过国安法之后 他可能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就是他可能 就直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整许章润 我觉得这里面有这样几个原因 这是我的一些猜测 大家可以 咱们一块看一下 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 如果你要是以嫖娼这个罪名来抓这个 许章润的话 你真正能够判他的这个 刑期最多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就是收容教养半年的时间 因为嫖娼在中国并不是犯罪 一般来说的话只是一种 比如说这个刑事拘留15天 最多的话就是收容教养半年的时间 那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共高层政治局来讲 包括习近平 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是不解恨的 我才能最多能关你半年 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 是 不想用这个罪名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说 他把这个知识分子就像许章润这样想用嫖娼 电视认罪之类的东西是为了把它污名化 污名化之后的话你不好意思了嘛 所以以后你可能就闭嘴了 是吧 出来之后没脸见人了 但是我想像许章润这样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 他很可能是 不承认这样的 污名的 同时的话他也不可能去电视上认罪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共难以做到的一点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这个许章润这样的人的话 他证据不足 是吧 你说他嫖娼的话 他明明在北京家里面就没有动 你怎么能说他跑到四川去嫖娼呢 是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不大可能用这个 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一点 过去中共的话他把 这个嫖娼作为一个罪名 是因为他为了规避国际上的一些指责 就是你说这个人是 你在压制言论自由 国际社会上会指责你 但如果这人抓了一个刑事犯 这人嫖娼的话 国际社会通常来说就没得可讲 所以这是中共顾及面子的一种做法 但是现在的话我想中共已经完全不污面 撕破脸了 你在香港的这个问题上都可以强行通过国安法 是吧 当年签订的在联合国 备案的有法律依据的这样的文件的话 你都可以不遵守 那么 你现在中共在国际上的这种名声的话已经恶臭到底了 所以你给这个许章润扣一个嫖娼的这种罪名的话 并不能让你的名声变好 然后的话你把这个许章润作为一个山巅的这种 人来抓起来 判刑的话也不会让你的名声更坏 就是你的名声已经恶臭到底了 所以中共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可能破贯的破衰 他用这样的一个罪名 我就明目张胆的就用山巅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处理你 反而可能会起到一种震慑作用 你们看 这个人是山巅 我们政府就 把他抓起来了 我们就是流氓 我们就都抓了 我就这么判了 我判了10年判了20年我看你们能怎么样 所以他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甚至可能用非常重的那种 刑期 然后产生一种 这种杀鸡警猴的这种示范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有可能会以嫖娼的罪名来判的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的话 可能就是山巅 所以有人就可能讲说这个许章润讲话太严厉了 如果你要是讲的温和一点的话 可能就没这事了 其实这个事倒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也是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 也是许章润教授的同事 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秦辉教授 因为许章润他自己是天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人 就是他们当时是 由毛玉市领头 他们就办了一个叫做天泽经济研究所 这里面请了一些特约的这种 评论员 或者是研究员 其中的话有许章润也有秦辉 这都是清华大学的吗 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国的经济政策 就不得不提出很多关于 中国的政策的一些看法 所以中共很恼火 在2019年的时候就把天泽经济研究所就给关掉了 所以当时许章润他原来就是这个研究所 秦辉当时也在这个研究所 相当于做兼职吧 为什么提秦辉教授呢 因为秦辉教授实际上他比许章润要温和的多 他不像许章润讲话讲的那么的 用词用的那么重吧 用的那种很 气势磅礴的排比句 然后用那种 很严厉的词来抨击中共 这个秦辉他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相当温和 但是呢 他也是被中共给整了 2015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本书叫做 走出帝制 讲的是从清末到民国的这一段政治转型 当然你提到这个的话 一提到清末的转型的话 你一定会提到宪政的问题 提到民主的问题 提到共和的问题 这就是共产党无法容忍的 然后秦辉教授还非常推崇 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包括要 严格的 划分群域和己域 也就是他提出的一种叫做群己权戒论 这个当然并不是他本人首创的 是当时严富提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社会的个体应该有它自己的自由 然后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话 它应该有它的边界 就政府不应该去侵害个体的自由 这个中间的界限到底划在哪里 就是群己权戒 你这么说的话不就是在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吗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极权政府 无孔不入 管天管地 还要管空气 还要管你人的思想 所以他提出这些哪怕是纯学术的观点的讨论 中共也是不喜欢的 所以中共不让它出版书 然后在2018年 应该是2018年吧 它退休的时候 中共就 不让它退休 不反聘 就不让清华大学给反聘 所以就是 秦辉等于是退休之后后来 只好到香港去 因为可能香港的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更好一点 当然现在的话一看 也要完蛋了 是吧 那么有人说 如果我要是不像秦辉连温和这样的话都不讲的话 那我可能就安全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这个社会一个人人都不敢讲话 实际上在共产党的体制下 你要知道你只要讲真话 你就是共产党的敌人 那有人说我不讲话行不行 你不讲话的话你也很危险 为什么你不讲话也很危险 其实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新冠疫情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 如果大家都不讲话 当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社会灾难 或者是这种 瘟疫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讲话 包括比如说可能会发生什么自然灾害 洪水呀 或者是比如说粮食危机呀 或者什么其它别的生态灾难 当发生这样灾难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不敢讲话的话 那你仍然是不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疫病的流行 死了这么多的人 所以我想说的是 从许章润的这个经历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 在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集权体制之下 就是 有的人说说我这个搞一些 就是 比如说是这个数理化 类似这样基础科学的研究 这样的话我就安全 我就没事 其实也不是这样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方立枝 我们知道方立枝是 82年代中国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异议人士 他是怎么被共产党逼成异议人士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想做天体物理学的研究 然后呢他就当时跟踪国外的那些 天体物理的最新发展 包括他自己也写一些论文 但是呢 老老实实的科学研究 他就会有一个哲学的思想来指导 他提出一套他的宇宙观 这种宇宙观其实现在看来已经变成一个常识了 包括宇宙的膨胀 红移 说宇宙是有边界的 这个东西就跟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宇宙观发生了冲突 所以当时70年代方立枝在发表他天体物理方面论文的时候 就被 当时姚文元所控制的一个意识形态杂志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杂志批判 就去压制方立枝的这种 科学研究 最后结果把方立枝逼成了一个异议人士 所以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在共产党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是 无孔不入的去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 不管是 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 甚至是说你真的想讲真话的话你就很危险 甚至你保持沉默的话其实也很危险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从徐章润的经历来做一点分析 我觉得在越到了这个共产党 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越到了末日的时候的话 它打击意义的这种 力度就会越大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真的敢于讲真话的人 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这个社会上也要尽自己的责任 不能让这些 一两个这么出头的英雄替我们 扛下那么大的 灾难吧 所以如果大家其实人人都能够讲真话的话 其实反而大家就都是安全的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 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讲的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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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